因為今天是最後一次上課啦 那所有東西課程喔 從第一次上課喔 第一次大概4月12號喔 然後我PO的時間是4月13號 那每一週的話基本上喔 其實是按照一定的step 你會發現喔 今天已經到了 今天應該是6月14號吧 我們是6月14號 所以上個禮拜的課程喔 都有啦 所以 假如說雖然今天課程是最後一次 不過呢 下個禮拜呢 當然你也就不要讓 不要好像說課程結束了就算了 然後就開始去追劇或幹嘛的 不然你們就是其實 不要追劇嘛 你可以 追Python嘛 OK回去的話 再把第一次上課的 範例拿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當然你會重點複習一下 比如說你比較不熟的部分喔 你就先開會聽過之後喔 然後再把練習 程式部分切記喔一定要重新自己打過啦 因為我一直強調 實作喔 其實比 怎麼講 你看一些理論我覺得來的重要太多了 因為做得出來喔 才算是學會啦 因為你說 講了再多理論喔 做不出來其實好像感覺是空的吧 尤其像我們這種課程 真的要做 而且要想辦法 找一些實際上的 案例喔 然後能夠 把它結合 並且能夠 做出一些結果 當然如果你野心大一點的話 甚至可以做出一個專題 做一個專案出來 當然未來喔 甚至你可以把它商業化啦 其實這次 實際上是真的可以拿來 做一些商業模式的 有沒有 然後你還可以計價的 只是說你那個東西要是真的是 大家需要的 然後呢 大家願意花這個費用 那實際上 那一定是可行的啦 只是說呢 你要去思考說 到底 目前大家對於 城市上面的需求在哪個方向 那有沒有一個 套餐式的 比如說每個 企業都需要 那當然我可以把它包裝一下 最後呢 可以 給它一個價格 那當然其實這是一種 Service嘛 OK 那這個Service的話呢 其實 慢慢這個 我想需求其實還蠻大的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就是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重點稍微回顧一下 然後呢 最後也許因為今天就是上課啦 所以我想 把那個重點 基本上把那個爬蟲的部分結尾 然後最後的話 有一點時間 我們再講一些 可能會圖部分 MathPriLab 圖的部分 不過可能時間上 也許不太夠 我大概把一些重點稍微提一下 那基本上所有的講義 都在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假如說 你有些地方我可能 你想知道 但是我沒講到的話 那請各位自行在到雲端上面 去參考我雲端白板上面的講義 至於相關的 就是講義裡面 如果沒有上到課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我一直提到 你可以把 那個章節的 關鍵名稱複製 貼到Youtube上面去 那理論上應該就會找到我之前上課的影片 OK 其實基本上我上面所有的講義內容 都已經上過課了 那所以呢 如果假設啦 你想要知道 比如說 後面沒有講到的部分 你就把那個 標題啦 複製貼上 你會發現 應該都會有答案的 OK 那上個禮拜的重點 大家回顧一下 主要的話呢 就是 把那個 下載匯率的歷史資料 做一個複習啦 也就是說呢 當然下載我們要request.get 下載之後的話呢 最重要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 怎麼樣 繪製 圖表 繪製圖表的話呢 我們是用那個 MathPryLab 繪製什麼呢 折線圖 那折線圖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 部分 就是你必須要提供給他 兩個串列 一個串列的話是X軸 一個串列是Y軸 有沒有 水平跟垂直 水平的話基本上就是時間 垂直的話就是匯率 有沒有 我們當然就抓 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日期 一個欄位就是 美元 美元對台幣的匯率 有沒有 其實這個歷史資料 匯率的歷史 其實資料好像不只 兩個欄位 他有11個欄位 那我們就有抓那個 美元對台幣的匯率 並且把它匯制成 所謂的折線圖 OK 其實蠻簡單 你會發現 匯制最後可以把它輸出 而且甚至可以把它存 存成一個圖檔 未來當然不只可以畫單一個 你可以畫多個 都不是什麼問題 OK 最後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用什麼呢 用 Pandas 存成Excel 所以上個禮拜 基本上 課程內容 其實算已經是偏難了 而且用到幾個很重要 而且在Python裡面 這個重量級的一些套件 包含就是怎麼樣 繪製圖 用那個 MassPriLab 畫折線圖 另外的話呢 用Pandas 存Excel檔案 怎麼樣存Excel檔案 上學還記得吧 其實我們主要是參考第七章 所以第七個單元裡面就是使用Pandas 處理Excel的試算表 所以假設 如果你想要把 在Python裡面 做完的處理 你要把它存成Excel 基本上呢 就是看 上個禮拜的那個單元 其實基本上就OK 第七個單元裡面重點是 主要 你如果要把它存成Excel 最重要就是說你需要把它變成一個Data Frame Data Frame的話呢 總共的話 其實需要有三個方面的資料 第一個資料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就是Data 先把畫面切一下 第一個的話 這個其實 上個禮拜講 Data Frame 基本上就是這一塊 第一個就是Data 第二個的話就Index 第三個的話就Colens 有沒有 所以有三個東西 這個是1 這個是2 這個是3 只要給這三個東西 把它變成Data Frame 這樣的話 就可以 轉成為Excel OK 所以 最後的話呢 把它變成Data Frame之後的話 我們在利用這個物件 叫Data Frame物件 裡面的話呢 就是會有一個 ToExcel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給它一個Excel的檔案 這樣就輸出了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要讀Excel的話 其實就把Tool 改成Read就可以了 叫ReadExcel 然後後面的話呢 給它檔案入境 而且它讀進來的話 特別重要 讀進來就是一樣 會幫你把它讀到Data Frame 所以如果你要做處理的話 你就要針對那個Data Frame 做處理就可以了 OK 至於 其他的那個 相關的東西 其實底下 我當然相關說明 包含就是 官方的說明 不過這個都是 英文版 那如果簡體中文版 這邊也有 至於呢 Data Frame有哪些 這些操作 包含就是說 你要做什麼 做排序 做 資料的選取 做篩選 其實這些方法呢 在Excel裡面都有啦 只是Excel就是一個按鈕 按下去 排序就排了 有沒有 你如果要選資料 就選 很簡單 用滑鼠 鍵盤 就可以完成 但是在 Python裡面 比較麻煩的 你一律都要用程式來完成 而且你要知道用哪個語法 用哪個方法 對應給他什麼樣的參數 才可以獲得你要的結果 OK所以啦 這個其實 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去把這些東西熟悉 不然就是這樣 那你不會怎麼辦 官方 都有一些 查詢的資料啦 那只是說最 花時間的 其實還是 查怎麼樣做啦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這些東西怎麼來的 其實也是我查出來的 只是我花了很多力氣 把每個東西 本來不太熟悉的 把它整理了一下 這些其實都是去查的 我也沒有參考別的書啦 反正就做做看 缺什麼去查 查來 把它試做看看 有問題 沒關係 再看一下有哪些問題 把那個問題解決了 這樣就可以把結果給做出來 不外物這樣 所以上個禮拜的那個 第一個 純層Exail 請各位看第七個單元 這邊其實大家也有提到了 用Panda 除了說可以針對Exail之外 還可以針對CSV 裡面的話如果說你要 ToExail的話 需要額外安裝一個 Open 什麼 PY XL的模組 安裝方法 好像這邊有提到 方法其實也蠻容易的啦 我想 另外可能 各位 慢慢也要學會 怎麼樣去安裝 在 Python 預設的 這個 套件裡面 沒有裝的 你以後要學會 怎麼樣去安裝 在 Python 裡面 前面缺的 包含套件跟模組 你要怎麼樣裝 裝的方法其實你會發現有固定的 做法 其實大概就這個語法 前面基本上都一樣 後面的話呢只要給他 你缺的那個模組名稱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它裝下來 理論上 99%都OK啦 只是說你要學習 是要下指令 這個也是比較麻煩一點的地方 不過你說麻煩到也還好啦 反正就是把它熟悉就OK了 也說真的你用DOS 可是就記這幾個 如果你記不起來 你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複製貼上總會吧 所以這個資料你只要 把它保留下來 以後找得到 可以複製貼上 你的問題就解決了嘛 也沒有人說叫你一定要把它背起來 其實說真的 這樣每個人要把它背起來也是為難大家 就算他 事情那麼多 然後時間記那麼多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個人習慣 我還是會把它放在 我比較好找的地方 因為我現在習慣雲端 OK所以呢 你們也可以參考啦 當然有些人還是習慣用紙本 沒關係你就是把它寫在紙本 你以後找得到就OK了 只是說我現在用紙本有個缺點啦 就是每次用工的找那個紙本 有時候丟啊丟丟啊 不見了完蛋了 明明已經寫了 找不到完蛋了 找不到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先進到雲端的話 好處就是說 你隨時 打開都有了 而且 如果實在找不到 你用搜尋的 有時候搜尋 搜尋的到 甚至我發現 Google的相簿 現在還可以搜尋 搜尋圖片 圖片裡面的文字 它都可以幫你找 它其實裡面已經幫你做 怎麼樣 就用AI先幫你辨識好了 也就是說 你要找 什麼關係 像有些時候拍照 照照 這麼多 像我的相片都幾萬個 說你怎麼找 有時候輸入那個關鍵 居然找到了 比如說有些什麼 保證書 打個保證 保證居然找出來了 護照 打個護照 護照都出來了 這還蠻方便的 另外的話 還做那個除了 文字辨識 人臉辨識都有了 所以你會發現以前 像那個小朋友的 從小到大的記錄 像Google相簿 現在點一下 他會有個人臉 你點 比如說點我女兒的 我女兒從小到大 他人臉 奇怪 他都可以知道說 這個照片是我女兒的照片 不過他會 做學習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跳出來 這個人跟這個人 是不是同一個人 你要說 這個是同一個 他以後就幫你把他分類在同一個 其實AI就做這個事情 就幫你做分類 所以其實在AI裡面應用最廣泛的 就是做影像辨識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影像辨識 他以前作業員 不知道要看 這個有沒有差錯 哪個地方有錯誤的 要挑出來 可是現在用那個什麼 用影像辨識就好了 你就拍個照 甚至不用拍照 攝影機一照 然後 你有一個影像辨識 先確定幾個地方重點 檢查一下 有問題的話 你把那個 不良的東西 挑出來 這樣嘛 根本就不需要 找一個 人就可以放在那個 真的很需要的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 我發現很多地方 AI好像這部分 用得非常廣泛 大大的節省人力 而且 基本上 可以24小時 不休息 因為人要休息 機器不用休息 甚至有些 無人工廠 甚至連燈都不用開 因為裡面根本沒有人 無人工廠 OK 所以這樣的話 其實很多自動化作業 就可以 達到 那個效率高 而且不需要人力 因為現在最花錢的部分 企業裡面最多是人事經費 所以如果可以不請人的話 那其實可以省掉很多 地方 不過你要怎麼樣可以把 Python AI 跟這個效率提高這件事情 也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 變出一個東西出來 那就是有價值 OK 這個當然你們可以去思考 我覺得如果你往這個方向思考 我覺得絕對是有它的 需求的 然後 將那個匯率存 也是這個剛剛講過 另外的話 就是有複習 傑森 解析傑森 傑森這個部分 其實 上禮拜講過 這API 那API裡面 傑森裡面 大瓜糊 不外糊 就結合字典 中瓜糊 就是結合串列 那怎麼樣把 這個 關係 解析 在一起 然後可以把你需要的資料 找到之後 並且存成Excel OK 這個其實 很重要啦 不過我相信 難度已經非常高了 上個禮拜 或上上禮拜的 課程 可能 可能你 這個禮拜 如果沒有時間 複習的話 那可能還是需要 再額外找時間 去把它完成 所以 那另外的話 還有我有在 提到 因為剛好同學問到 買Seql的部分 所以我跟各位講 有些東西我們 如果沒有時間講 那我在雲端上面 是有放一些補充資料的 所以你們可以 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把那個講義部分 看一下 看一下 如果有些細節不太清楚 你可以 在YouTube上面 切上這個關鍵字 我之前上過的課程 其實就跳出來了 當然買Seql 其實用到的地方 太多了 不是只有 在那個Python 你那個Excel 可不可以跟 買Seql結合 可以呀 你可以把Excel的資料丟過去 而且買Seql的好處就是免費 你知道在 公司電腦裡面 裝一台 大家都可以把資料丟過去 就可以做到 資料的共享 的目的 OK 而且其實不會太難 這個可能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試玩看看 那當然資料庫的好處就是說 你在處理大量資料的時候 其實都相當 相當的 需要 OK 不過其實說真的 如果資料不多 用Seql倒也是 蠻好的 那其他的話還有講到有關那個就是 像 傑森的其他的 這個範例 今天的話呢 因為最後我們要再來看有關就是Excel 所以待會請各位 幫我看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的話 我是取那個 取這個好了 台北市 你們找一下那個 0601裡面的 第31頁的地方 31頁裡面這邊有一個叫 Ubike 的那個 XML 那主要 點擊開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就是 新北市 所提供的 那個 就是 Ubike的系統 的開放資料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 提供的就是說 哪一個站點 目前呢有多少車 就是哪 多少顆可以借 多少車可以停 等等一下 還有上 GPS的相關坐標 不過有些我們不需要 我們可以把它剔除 那其中的話如果你想要練習 他這邊提供的只有 CSV 可是你想說老師你不是要練習 XML嗎 特別是喔 其實開放資料 除了 他預設提供給的 檔案格式之外 你可以看到 在檢視資料裡面 他底下呢其實也有提供 隱藏版的 資料格式 那其中的話你可以看到這邊有 Json 所以如果 不是 有Json 另外有 XML 如果說呢我想要 把這個CSV 把它變成 XML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直接按滑鼠右鍵 你會發現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複製 連結網址 那這個網址的話基本上就是 這個 XML 他所在的 網路位置 在哪裡 OK 不過如果你用滑鼠 你用右鍵 它是會有這個 網址的 複製 但是如果你點左鍵的話 他會下載 所以你會發現下載下來 就是一個 XML的檔案 如果我把它打開的話 他可能會找不到用哪個開 要不然就是說 他會用 他會用那個 IE瀏覽機開 打開之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 XML的格式 其實有點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 樹 樹狀結構 不過他打開 或者你如果假設他打開沒有 沒有正確開啟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按滑鼠右鍵 你可以用那個 NodePay++打開 NodePay++7也可以開 只是說你會發現 NodePay開起來之後 真的慘不忍睹 為什麼 因為完全看不懂 這什麼結構 有沒有 基本上 如果說你想要更簡單的 去 知道他的結構的話 其實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有點像跟那個 Jason 的那個道理一樣 Jason裡面 其實有那個什麼 Jason Online的那個 Edit 後來我同樣的方式 我在那個 就是在 在上面 其實 XML其實也有一個 Online的一個版本 在這裡 所以你們在第幾頁 第27頁這邊 也有一個Online的版本 你一樣的方法 這個Online的版本 你可以把 我們剛剛 這個資料 Ctrl C 然後呢 你可以怎麼樣 一樣把它 Ctrl V貼到這個地方 他會幫你把他的結構 把它轉換出來 OK 不過一樣會需要一點時間 貼上之後 應該什麼 你會發現這邊就是結構 他XMLTree 一顆樹 外面是一個物件 他實際上就是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個table table底下就是有列 Raw的話就列 總共的話有這麼多列 他從0開始 所以底下的話 總共到多少 100 100 到99 所以等於是100 底下還有更多 資料太多了 那基本上的話呢 這棵樹裡面的架構 就會 馬上顯示出來 但是如果你直接看這個資料 我看你會看到分島 如果 如果你假設 你不喜歡 看這些資料這樣 有點 讓你的眼睛受傷的話 你就把它Ctrl A Ctrl C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剛剛講的這個 叫做Edit 其實就是Online的版本 Online的那個 XML版本 你會發現貼上之後 他的右邊 就會是長一顆樹 帶一個object的一顆樹 裡面的結構 就馬上跑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知道 原來呢 他這個物件 裡面就有個表格 表格裡面有列 列裡面的話有這麼多列 那列裡面有蘭 蘭的話總共有14蘭 14蘭裡面各放什麼 他這個是什麼 放這個 第一個是 他這個是編號吧 第二蘭 第三蘭 第四蘭 你可以分別把它打開 你就知道它的結構了 他有知道這個結構之後的話 我就可以把我需要的蘭給取出來 看最後去的處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重點做一個複習 那應該蠻花時間的 不過呢 下個禮拜因為已經結束課程 所以我是建議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 真的在 這個花一點時間 從頭再重新練習過 甚至的話 最好可以活學活用 找一個 工作上會用到 比如說 Python處理完之後 怎麼存成Excel 怎麼樣做一些 折線圖的繪製 然後呢 再處理那個 Jetson的檔案的部分 還可以再花一點時間練習 甚至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可以把MySQL給架設起來 MySQL我講過 就是懶人包 懶人包很簡單 你就是 弄起來 然後呢 就是會IP位置 然後就可以在裡面 建table 然後 你就可以 建database 建資料庫 然後建table 然後建欄位 一樣可以 透過 這個遠端的方式 把資料寫到 MySQL裡面 OK 所以這個問題先試試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是 第一個 如何 把 xml 先做 處理 處理的方法怎麼處理 OK 那待會我們再來做說明 好 好 谢谢观看